老人走的时候随处都可以扶着来搬走 他们的门全部都是加宽的 你可以坐着轮椅来或者进出 以及躺在床上 并床的推进推出都是可以的 同时室外的话会有些房间的 一个报警装饰 一报警的话就会有租金 就会有租金营营的人员管家 来知道他在哪里 然后找到这个 那么在硬件方面建筑方面 也是得到了这个 经常环境相关的认证 这个地方我们图片显示不出来 主要呢就是说 它的一个水质和一些西风系统 以及电脑系统 公怀系统等等 它配套了商业 配套了这种饮食啊 然后这种健身器材啊 等等 那么在户型方面呢 我们特意的话 根据不同的老人 因为可以入住养老学区是 应该是60岁以上的老人呢 可以进去入住 那么在入住的时候 有些老人他是属于目前 还能够生活可以自理的 所以呢 我们分成了四个区 有独立生活区 然后有协助生活区 协助生活区 可能你有时候需要一些帮助 专业务定区 需要这种基本上 但是呢 那种需要专业的务理呢 以及最后的记忆 这样来去 可能呢 他已经记录起来说 哪个是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在哪里 像这种的话 可能门口就会有一些 他的照片呀 等等 放在他的大门的门口 让他房间的门口 注意他来进行记忆啊 那种步行呢 其实就和咱们进来 家庭一样的 一居室 两居室 然后有这个 大的步行 也有小的步行 可以满足就是 不同的这种需求吧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呢 就是硬件方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服务 因为如果只有硬件的话 那也确实像部长说的 和宾部啊 就没有什么两样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软件 软件方面呢 主要就是说 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然后以及呢 这些服务里面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生活服务这方面呢 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CCRC的 给我们进行运务的顾问 那么同时呢 我们现在社区里面的管理人员 基本上是非常专业的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研究生以上学位的话 是能达到70%以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谁来提供这个招服务呢 我们在几年前嘛 就已经这些是几年前的一个社区 就已经和以下的一些 科技类的 技术类的院校来进行这个合作 那么他们那边学生培养出来之后呢 就直接可以作为一个人才输出 然后来到我们社区来提供服务 同时呢 社区也是作为它的一个 实习的一个基地 再往后管家服务就是 因为这些老人呢 住在这里 老人全部都是高干高吃高的 在我们阳岸社区里面住的 所以呢 在到开始开业的时候啊 有一个特别 特别好玩的一个案例 那么我们从事长去 社区里面看望这些老人 然后呢 这些老人就说 我住进来之后呢 我可能 我现在有一些资产 没有人来帮我哪里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事长就说 那你们几个人 大概能凑出来多少 我们说凑了一下 我们凑出来几个亿 然后呢 就说说 接下来这块 就是关于他的资产管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这种管家式的工作 就能够提供他的 法律的积蓄 然后呢 你的金融方面啊 理财方面啊 财富管理 全程方面的这些 这些服务都给提供 因为呢 在这里也说 因为台康呢 现在是一个 台康保险集团 那么下面 除了保险的板块 除了实体投资的板块 还有资产资产 就是作为投资这一块 所以说呢 我们总是能够 给客户提供这种 全方位 调整的这种服务 参饮方面呢 我们也是引入了这个 风贵楼这种品牌 品牌来寄来 给这些老人买其他这个餐饮 那么同时呢 也和老年学学会 这些委员会呢 然后一起来打造 这个参与的这个品牌 在社区里面呢 成立了一个乐泰学院 乐泰学院里面 其实就像一个老年大学 比较 那么老年人在里面 他可以参加很多的这种活动啊 刚开始我们 本新的社区刚参业了之后 那给这些老年人 安排的活动特别的多 那么这些老年人就说 说是哎呀 这些活动真的特别好 本金都忙都不行都停不下来 所以呢就是说 他们子女改革的话 都来说住的什么样的时候 他们说真的特别忙 每天都是非常充实的 在学习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 你说住在这里 他感觉他的孤独感 都会消失的很多 那么最后再说 我们说医养笼合 最后再说一些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这块呢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能够 比交友行业 一些优先优势的一些地方 那么泰康现在在 动了他的大健康的一个占颜之后呢 医养笼合这块呢 不仅仅是在论区的社区 那么我们也知道 泰康目前呢 在一些前一段持绩 也是和南京鼓楼医院 一个非常保财的 一个三甲医院 然后进行了一个务权投资 那么他的先银那边的一个分院呢 是我们泰康是满下来的这个医院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会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经验了 比如说呢 首先你进来之后 你的一个健康档案的一个建议 那么通过你的一些各种测评啊 然后把你的一个健康状况 进行再了解 同时呢在固理方面 我们刚才也说的 我们和一些护理学院 都有跟合作 那么在固理方面呢 也是有很多的标准 从人才培养的标准 到固理操作规范的标准 那么这个老人他可能是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清洁 日常的这个个人清洁 那么清洁到什么程度 具体的操作规范是怎么样的 我们都是有非常详细的 这个管理的证明在里面 那么在这里面呢 也是可能有一些地方的 这个服务的提供方 可能是属于家政人员 那么在这里呢 因为它是和一些医疗还有相关的 所以呢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服务提供方呢 可能就是有更多的一些 供应方面的支持 那么总的来说呢 构建的这种养老社区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一个很新的家 在这里呢可以 可以学到东西 那么有 可以有两个会所 以及呢 寄托自己的精神 同时呢还有非常满胜的 一个医疗护理的一个机构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开康的 保险和医疗供合方面的一些 优先的一些经验吧 那么在我们内部呢 就是这个保险和养老 养老社区这两块是怎么来进行的呢 那么首先我们养老 开康整个的保险板块 不然不管是开康人寿 还是开康养老 这种保险板块呢 是输送客户到这个 这个养老社区来的 也就是说呢 你在这预产的一些保险 那么比如说是 就是年轻型的保险 12年以后反华给你了 那么在你制造社区里 之后呢 这些钱反给你 就可以作为你在社区里 生活的这些费用力 抵消 抵消一部分 如果要是多出来 我们再做一个合充 所以呢 这种保险家 机构养老的这种 创新的生意模式 我觉得很共的 在我们未来 因为现在我们做的就是高端的 那么我觉得这种模式 是非常有可接见之处的 最后呢就是说 这种模式为什么好 首先呢你在年轻的时候 可以把你的钱预留出来 你知道我要多多少钱 来对我的养老来进行 进行这个准备 那么同时呢 我们知道保险是有 节税 避税的这样一些功能 同时呢 你的资产 你的财富 可以得以传承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模式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展望一下 我们机构养老的一些机遇吧 今天上午呢 我们很多个领导 都提到了说 我们国家的政策 的确现在我们 我们处在了一个 非常好的时期 国家政策 为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从两年前呢 那是等于大力发展 健康服务业的这些通知 以及到呢 我们两周之前的时候呢 国家连续三天 开了三个大会 卫生与健康大会 然后以及医疗和医疗相关的 关于这种医改的啊 然后医生博社等等的这些大会 就足以看到 国家对这块的一个重视 那么政策支持了 后面就是 伤心无限 同时呢 在今年的六月底的时候 国家政策呢 也是发出了一个 关于在国家15个地区来 15个城市来试点 长期物理保险的一个通知 那么长期物理保险 其实在中国大范围 这么大范围的试点的话 这是第一次 青岛的话 我们其实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了 看到我们医生里面 青岛这块 也是请了我们 青岛人社区的马兴处长 他也是在青岛这块 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医院领导 那么青岛的模式呢 可以说是为中国的 这种长期物理模式的开拓 奠定的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呢 再接下来长期物理 随着长期物理的这种试点 在十三五十三五的规划 明确地提出了 说是要在接下来的十年 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要把全面地建设 我们长期物理的这个制度 那么像很多的非试点 去地区啊 比如说像古兴这样的城市 也是在参与到这个 长期物理的探索之内来 用长期物理前面是它的 保险制度 等于是国家愿意跟物理来买单了 那么后面就跟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大家的机会了 那么物理呢 需要物理的人才 那么需要 需要 现在很多的机构 像我们去办公司 人社区的中央 他就说 那现在是不是有 这样一些机构 愿意来跟我们来做这个 这些机构到底 现在的风水又怎么样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这块肯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 不能同时呢 其他因为时间关系 会不再过多的颤子了 我们的社会资本 现在也非常愿意来投资我们这块 同时呢 我们民众现在对于这块的意识 越来越强硬 最后呢 我们现在家庭的小型化 已经我们女性就业率的这么高 如中国的女性就业率达到74% 远超的美国 澳大的眼神这些国家 是世界上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那么我们参与物理的这些提供 它的本率会下降到80%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块的市场非常大 如果有专业的这些人员 来提供这些机构的 这种服务支持的话 那么 我们女性的纪念率 不会段不到我们的同时呢 我们的经济水平也会 有很大的发展 那最后呢 也是非常感谢 再一次感谢 机构养老师 再一次感谢我们 中华码协会 机构养老师会 感谢刘会长 以及感谢各位来宾 愿大家继业长心 幸福长办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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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欢迎总监 本营严严我去看过了 条件 设施啊 服务都非常不错的 有朋友 如果设定的话 可以去参观学习一下 好 那么继续进行 今天下午的演讲 在这里还要再次进行 各位演讲的嘉宾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 严格录在15分钟 到15分钟时候呢 我会站起来 给您做一个提示 好 接下来我们 用掌声欢迎山东市 武连县的政府副县长 李赵明先生 上台和大家做 关于努力把造旅游运动养老组合发展的国际生态健康区的演讲 掌声欢迎 欢迎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李赵明先生们 各位嘉宾 各位嘉宾 李赵明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但是我们在家乡 人人都说五人好 那么五人正在好在哪里呢 引力和好 而是好在哪里呢 那就是山好 水好 生态好 区瑞好 黄金好 产业好 山好 五连县 以五连山而得比 山市五连的国 全县山群 山地修理阶级 达到五连八十六 群群 进步山里山山套山 道小山主 三贤山 佛教圣地五连山 市郭江亭三连县 二十八分 一比一十八分 以齐秀 咸牛而著称 明代皇家寺院 光明寺 是山登四大禅修院之一 五连大河为张培 千连大河 省殖地的公园 九仙山 三连季茂 张培罕见 人潭大桥河 外幕身材突然换来 被誉为张培双决 引游山省 距离最长 落差最大的小离山 国际太平文化中心 大青山 是秦始太平文化的 正要的全新地区一 常驻三连实验的 艾河达 打二比 光明 被称为木兰围场的 黑库山狩猎 射列场 坚定命运1.2 2 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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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百分之准数以上 确实 рук 驭探 阴神震费 thus 藍登基区 冰箱警局 好山 藏火荡 纯路上 运航的金、银、藤 花旺市城二手的旷战 其中 八国人员随便达到 五十亿领域以上 延长板牌一年 翻译之后 是零鼓七十的 中国市城 好严历发展 疫情了四十年 连续十三年 两厂金爆满人 水好 好山出好水 水是普遍的海 西部的把水面泉 一驱逝量量向一对方 水面达到五十六度以上 富含了三十高水 尾量矿物量出征 有九成达到了 一辆炸击能动 更给大家聊的是 由于世界残佳的远远户 是山东城 新智最好的积燃银 登顾五原山 新高区的一驱 有志的一拳 也将即将投与使用 龙台湖整高五原山村野区 是山东城新疆来 唯一的新疆的征程水埔 霸行垂直落差 达到七十米 山东地 高潮水清湖 溢水清山西湖的景观 一轮南澳 森月湖水面 湾曲绵延 两半截封定寺 并施为张腿小山峡 全山八十六岛水腹 藏包在清晨之间 兴奴西部 湖泊自真体成岁 河流与 丝带沿沿沿沿 形成衣服全山抱手的山水画面 生菜草 河山河水高于好生菜 生菜十五岛的根 绿色十五岛的紫河酱 三年年纪达到八六个平凡厘米 三年浮复率达到五六岛 割率数目一千多元 每一方米 每一方米 复养银子超过六千个 十千米大三年花 全年空气 幼灵山树保湿的淡沿沿河 水枝与空气面的沉浸 河流正好它面 水枝常规 全会好的或超过二大便利 由水中全毛米粒的桃花水母 大人上升 对水平五岛生菜的 遇好的变身 优质生菜 在这样子的少年仙国 灵国业体卷全身的五分一 生产秦国 反例 樱桃 樱桃国旗 一来就由 燕水的秦国美容泥 五年的磨光 逼于其的美丽 漫温山庄 海康庄园 生产人二十多区 去味道 就是五年地区青岛 北方 日照 淡沙交界 地区有其明显 交通机理便利 北京的队友 青岛 梅邦 梅邑 郁郁郁 遮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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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阳 构成了两栋遮队的炮料 正在温暖山庄的文日波峰 和很多国至河南湾西南波峰 一栋一栋 固局 让五人 遭遭凝固了外交生存的一小时的征锅船 反映的好望就是 五边凝固天湖 是青岛山城正式的防范县 全球安全们 满意住 正欺压在一级地区域 一了一地 投资创业环境和谐 达到成了亲商 爱商 本商 爱商 故商的文化范围 正业生态環境良好 现代突破率 连年增高普遍了 企业成熟实现 深耕阵阵阵队 环影战舍不发现 照须成绩突出 是居民的高高的外线 今年 六一九名学生 对清华伟大路群 雷智在清津上 基尔智能力带分 获二十基金 四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为整体发展 积取了人 充足的引力资源 幽默的民商传领 新阅各界的并均契 传统生业 世界武蔽厂的 外培克斯 全球最大的 黄安礁製造商 美国的私立台客 以及要求未来的 公职窗帘 台湾义务窗帘 跟一期国外经营企业作为五年 产业好就是依托优质的内员 将其鱼、羊、麦、其康、能营和发展 生态健康产业与其为五年的居住产业 修产运动方面成功举办了四届全国登山战争大会 全国商业军事官员代表开始活动 商业生龙珠大带将连续在五年居住产业 九山山力度更深 大尔一片山登山 登山登山时差效应的运动 达到各种致命的山崎运动机器 大天山国立太极大带已经连续举办了 将太极文化推上了六十多国阳和一百二十多国 黑库山设断场开发了射击、拓展、砲码的大量其他产品 曾经厂过青少年实际基地 杨洛尔这方面宣布了圣戴防御对口的登库地区 与滤青机团合作 曾经国际生殿战产业园 商机居一样联合、维罗湾一样养活 吴连山林国院、廉峰书院 禅一手各等一批羊老舱主正在战产了 禅书进行 饲料羊老、温泉两碗等 包裹羊老每部推荐 生态危险方面 实时旅游先战互民战争 勾起了以登庄战产步道为局限 山越游为分符 以礼服、包裙、拆野籍、狩猎 登庄战产与支撑 商品开国外的旅游格局 实际这点战产的登庄战产步道 串起了三城二十几个城区 二十几个城区、梅华、遗地 又是个骨骗洞、二比较的海边园 二十个外公园、三天官邸各个山口 登庄战产超过来一千个里 战产中国对墙、广场对予的登庄战产道 生态五年、战产五年、运动五年、商品五年 的批评除了大厦 先后一会, 中国旅游县、中国旅游县、 全国旅游生态释放县、 全国旅游生态释放县、全国旅游 全国旅游再考养生旅游名城、 山登城旅游桥县等情况 是依照市人一家国家全域旅游释放区的创业当日 绿核富民生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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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生态、生态以处理五年、开简性能力 各位观众朋友 战产中国建设是生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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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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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敬不离的养来 一千五位平均业的五年大地 将变成一个修权享受度大的大会员 国内经历的生态暂时产业高地 在这里我今天代表五十一万英米 真诚地邀请大家到五年走一走看一看 欣赏好传、好风光 尝试运动修权享受的极老过去 最后祝本职论坛永远成功 祝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辛勤运动修权、英国兄弟 万识异、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李建长介绍 突然感觉到五年县是一个山顶身的 一个更美的地方 有些人一定要去看看 再次感谢李建长 谢谢你精彩的介绍 好,谢谢 好,接下来 有请英国杨老师的联盟副会长 琼丽、杨姆女士上台和大家 分享英国植物能量调理、身心灵、平衡与健康的讲理 演讲,有请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是代表英国的生活文化工学 但是本身我其实家里就是一百二十年前 应该是也是来自于中国 就是我的grandfather 是广东人 所以我们也移居在马来西亚很久了 所以已经第三代 因为在第一次 应该是五年前进来中国 中国有培训这样的一个特产 今天其实非常感谢刘伟长 还有代表欧文养生养老的代表英国部分 然后刚刚的我们赶过来的时间来参与大会 所以也是第一次来参与养老的 有关英国植物能量调理学 我就直接用中文来讲解 最近的这个 我们刚才翻译成为中文 在这三年里面已经在香港 台湾 还有中国 马来西亚培训这个课程是最久 已经用了十五年 在英国有三十年 在一个浙溪岛 那植物能量调理学叫 Phytobiophysics established in 1992 然后整个学会用什么 它就是叫 vibrational medicine 的一种 就是叫做 频率能量医学的其中一种 怎么说呢 它是运用了花卉植物的精华能量多 来调和我们的身心灵的量的平衡 所以这个本人我一直觉得 这个当然对养老的任务 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其实在英国非常悠久 就是有非常多的花精 和不同的能量调理系统 已经用了很久 那在台湾应该是比较最早期 引进而翻译成为中国人 那其实大家知道 我们在马来西亚州学府成立很久了 也是包括马来西亚的 使用者 而且还非常喜欢这个调理系统 为什么呢 然后我经常常常会在课的时候都说 因为英国的英语王 其实一直能那么养生养老 可以除了当地的食物 非常他们制裁 只能吃有机啊 天然啊 空气啊 特别好以外 包括全英国有这个野生的花卉部分呢 超过千万一种 为什么他们只是采取他的花精能量 这个丸子跟精油也有不一样的方向疗法 所以基本上英语王 用了花精 用了非常多的自然医学 国民安医学 我们英文的教授 真正在英国语 还有那个Doctor of Natural Facting 其实本身这个自然医学的医生 也是学中国文化的东西 包括经络 然后穴位 所以要草本啊 重要 那其中一块就是有采到花精 花精这个Filogesis 花果的意思是花卉食物 BioLife 生命 生物